清明节 在两千多年前 晋国公子松义 遭到继母陷害 他就带来几个中心的神子 逃离晋国 他们逃到去一个荒凉的地方 松义公子又累又饿 暈倒在地上 在这个时候 大臣戒指推 递了一碗热酷酷的肉汤 就说了 松义公子请你喝碗汤 喝了肉汤之后 松义公子终于慢慢恢复体力 松义公子说 这碗汤真是好美味 大家就笑着说 哈哈哈哈 这个是戒指推做的 都是他最聪明 突然 松义公子看见戒指推大腿上 正正正流血 他立刻明白 那碗肉汤是怎样来的了 他对戒指推说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呀 后来松义公子 终于做上进国的国军 后世的人都叫他做进文公 他重赏了那帮中心大臣 却唯独是忘记戒指推 有人提到戒指推啦 进文公好内疚呀 于是 啊? 是哦 戒指推 好啦 我就一于封去做大大的官啦 可事 戒指推他不想做官哦 于是 戒指推就带了他妈妈 躲到棉山里呀 进文公他发愁说 哎 棉山那么大 我去哪里找他呢 有人对进文公说 我们可以放火烧山 留一个方向不点火 戒指推一定会在那里跑出来的 农历二月二十三日 进文公来到棉山 命令大班人放起大火啦 大火整整烧了三日三夜 连一些小动物都吓得 纷纷跑出来 但是 就是不见戒指推 进文公就派人去尋找 终于在一棵烧椒的大楼树下 找到戒指推和他母亲的尸体 进文公既悔痕又悲痛 哗哗地放声大哭 连老天爷都感动得下起大雨呀 有人在大楼树的树树里面 找到一封信 信上说 如果你想报答我 就做一位勤正爱民的好国军啦 进文公好后悔自己 烧死了戒指推 就将农历二月二十三这一日 列为韩食节 不让百姓生火做饭 以此纪念戒指推 在第二年 二月二十四日 进文公授墓时 发现那棵大楼树 竟然能够生存呀 他轻轻截了一根楼条 纏在自己的头上 后来 进文公就将韩食节后一日 定为清明节 天下的老百姓 也都学着进文公的样子 开始掃墓折楼 这一个风俗 一直延续到今天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最后一段时间 中文公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